这不是个bug吗 这种可以在家做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 我们来到了全澳唯一进入世界前50餐厅的店 四舍五入就是澳洲第一咯 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一个空心的鱼饼 然后有鲁鱼 火腿非常的鲜美 然后配合着骨干的脆 然后所有的店都会得欠给你 面包和黄油 他们蘸的面包外不坚异 不松软 面包太好吃了 所以又有一套了 这一般生的蔬菜 然后蘸酱吃 这个白菜也太当了吧 还记得把这给我们俩喝了 那不是我们吃的那种小白菜 我从来没有吃过 生茴香 意外的好甜 这个是那个茴香 原来茴香 有这个味道吗 这是茴香吗 很鲜甜 然后超级多汁 我有一种就是被打开了世界大门的感觉 原来茴香这么好吃吗 我最近老子自咋了 那是萝卜叶 你说 人家是不是可能 这个叶子就是放来装饰的 然后我们就傻傻的吃掉了 这个萝卜是饼的 特别普通的芹菜 女朋友不吃芹菜 不吃生萝卜 然后到了饭单 一边就全吃了 这个蘸蔬菜的酱单都不吃了 要一个蔬菜碗 然后感觉就 说明就是因此 蘸其他蔬菜的时候 他们盖掉那种蔬菜的骨色 然后保留鲜甜 我觉得就是他们家那种冠状的 麦克林能改善很多 不喜欢吃蔬菜的 挺好看的 原来肉好吃 那这个培根好多一块 这个培根怎么能这么好吃呢 很有嚼劲 然后有肯定那种烟熏的感觉 同时又很嫩花 那个北瘦北的香肩 但它非常的不利 完全不利 吃一下松人一面 这个闻起来好好吃 好好吃 这个吃的最好吃 这个油就是熬的虾油 这整个面的虾的味道特别的 对 这种可以大家做 那虾为什么会是这个紧张呢 就是卷的特别厉害 这正常虾不就是一个就是弯了吗 它在开背的基础上 就把面子又切了一段 那朋友 我真喜欢去熬虾油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所以给这个 它算不错 我们来 猜一下这个牛排 会比这个 主厨旗下的另外一家店好吃多少倍 它的价格是差2.5将近3倍 觉得它能好吃2.5到3倍吗 它的筋好脆 好鲜子 就它表面不是 比如说一般煎牛排 会让它煎的焦焦的 然后锁一个水 表面其实没有很焦 就问问我们点的 他们家有这种火木烤鲁烤的 那你烤成三分熟 就意味着它不能在这个炉子里待很久 那它沾不上什么火炉味 这不是个bug吗 我的分析有道理 回到刚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牛排 它的好吃程度有迈值它的价格 个人观点 没有任何一种吃的东西 比另外一种吃的比较好的 对你说它跟我小学门口两泰五卖的 炸李子鱼 我好吃两面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 吃的东西没有办 那我就只能说这块肉吃起来就更有意思 因为它确实有筋 就是口感更贵一点 然后也非常的嫩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也不要点牛排 这很清现实 牛排就是不适合 今日份的甜点 巧克力蛋糕 小心 这个巧克力蛋糕能大包吗 我的今天只能还剩下 真子冰淇淋 烤 我本来吃完那个硬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天都给你吃了 然后这个甜点 我很难得我觉得吃偏甜食的 我单方面宣布放弃这个甜点 今儿开销369刀 各位观众委员不要一键赞连来补一下血呢 好的 �kon 烤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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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t 感谢观看